早晨,昨晚美股是继续回升的,道指升了93点,收12627点,升幅有0.7%,纳资升了21点,收报2875点,至于飘泡升了接近1%,升12点,收1331点,至于昨晚美国的经济数据出得不错,抵消了市场对于来周四,周五,欧盟峰会的 结果不明朗的忧虑,以及前两天的跌势反映了市场担心欧盟峰会,最后都谈不出什么结果出来,昨晚美国出了五月份的内容品订单,五月份的内容品订单升了1.1%,是比市场预期的0.4%升幅,亦都比4.2%升幅大,主要是飞机的交通文書订单, 如果是扣除了这些交通文書订单,那这个升幅就没那么大,就升了0.4%,另外一个数据呢,就是五月份的代言城城屋销售Pending Home Sales, 那都出得好的,下五月份的Pending Home Sales指数是101.1%,比4月份的95.5%显著是上升, 和升到7个月的高位,那都看到这一排呢,美国的房屋市场的数据呢,是稳定了, 昨晚呢,就主要是一些能源股,和一些建屋那些的开发商股份呢,带动了市场上升, 那Lenner Corp,他们是美国第三大的Home Builder,那昨晚升了4.8%,收28.7%, 那他们报道出来,就新的建屋订单是增加了,是连续第五季度增加的, 另外一些油价升上80美元以上,所以就利好一些能源股, 看回油价收,就是纽约期又收80.21美元, PH一些的石油股其中一间,Cable Oil & S,是升了9%, 在标普500公司里面升幅最大的一只成份股, 好,今晚呢,市场会关注的数据,就是美国的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, 还有第一季GDP的最后收定的数值, 另外呢,就是欧盟峰会今天开始召开连续两天, 那市场都会观望,究竟有些什么结果是会出来, 所以市场来到美股升了两天之后呢,可能又会比较反复的了, 港股昨天我们就因为有送大礼,中央送大礼的刺激, 那是显著上升的, 恒指就升了195点收益19177, 升幅达到百分之一, 还有呢,我们看技术上呢,在前日呢, 恒指低位见了18850, 那我们都说呢,就说只要不跌穿18800, 那反弹应该都还是会延续, 那昨天收市指数呢,就上回10千线上面, 还有呢,也都开始是回补回上个礼拜五的下跌列口的一部分, 那昨天就补了一部分的, 那个下跌列口呢,是介乎169点介乎19258点到19089点之间, 那昨天恒指最高见过19214, 那今早呢,就在美股大动之下呢, 已经见到呢,恒指是成功补回上个礼拜五的下跌列口了, 那暂时我们看呢,就是说, 恒指由6月4日的低位1856反弹, 弹到去上周三高位19579, 升至1500几点, 就反弹了5月份的跌幅, 大概是4成6, 跟着就又出现一个回调, 但是跌到去大概18850点, 就见到支持, 那现在呢,就回升了, 如果能够连续3日站稳在10天线上呢, 那我想短期可以再挑战19600的阻力位, 那昨天内地股市表现就一般的, 先升后跌的上正中指最高见过2233, 但是收就收2216, 跌了6点是连续第六日下跌, 深淨城市曾经升过接近100点, 最高见过9540, 但是收市就回落到去9416, 到跌30点的, 之前我们说, 就是上正支持位2240, 深正就是9500, 那现在失手了之后, 就变成了短期的回升阻力位, 那如果都要留意, 就是说, 再终不破2240和9500, 那就可能会掉头下破2200, 那上正, 深正就可能会下破9350, 去市9170那些支持的, 那今天我们估计行指的支持位 是19001, 阻力位是19004, 那股份方面呢, 我们建议是可以留意 安东油田服务, 因为中国呢, 将会建立叶岩器发展规划, 落实机制, 推进叶岩器的勘探和开发, 要实现去到2015年, 全国产量达到65亿立方米的总体目标, 安东油田服务3337, 它是其中一只受惠股份, 因为它呢, 已经是实现了分断压裂技术的自主化, 分断压裂技术呢, 就是被视为, 开发丶岩器的一个别要的技术和手段, 安东油田已经成为分断压裂技术的主流服务商, 建议买入价是1.28, 目标体过半支支位是1.18, 安东油田服务的股票代号是3337, 有机会成终交融化ded胜利术 散陆鬼满囼声 вм状态裂技术的 disasters 这次预防务得非常败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